说到潮汕地区,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美食吧,潮汕美食中外失明,除了美食,如果你身边有潮汕的朋友,他们家里普遍都有很多兄弟姐妹,特别是农村家庭,而根据统计,潮汕地区的人口密度,也远远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,说到人口,不得不说这个县级市,那就是普宁市,作为潮汕阳市的一个县级市, 一直以来,普宁市对潮汕市的贡献是巨大的,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其他方面,而普宁市的人口,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,普宁市全市的土地面积大概1600平方公里,这个面积在全国的县级市里面不算大吧,但是这里却容纳了超过250万人口,你如果算上外来常住人口呢? 还远远不止这个数,普宁市能够吸引大量外来人口,在于他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,服装,药材等等,为当地经济贡献颇多,吸引了大量外来人钱来投资以及打工,带动了当地相关行业的发展, 而中药材可以说是普宁市,在全世界最响亮的一张名片,回到普宁市人口的话题,一个小小的县级市,容纳了超过250万人口,这创造了一个记录,就是普宁市成为中国大陆人口,最多的第一大县级市,而在人口密度上,在排行榜上也很靠前。 作为街阳市的一个县级市,很多身边的普宁人很有自我优越感,不服被街阳市管理,没有认同感,不过也有少部分人认为,其实作为一个老百姓,无论普宁市是市级市还是县级市,跟自己关系不大,只要生活过得好,这又有什么所谓呢?你觉得呢? 作为优优独播剧场——。